天亮了被失眠折磨的一夜 像有烦恼划出来的黑眼圈 也是期待这被疼爱的一双眼 也只是等到抱歉 就在我不敢去期待明天 你出现在我的身边 每一天 每一天 我最纯粹的快乐不是拥有全世界 还是对的感觉 每一天 每一天 我最简单的阴望 不是能走得多遥远 只要我们过了每一天 只想我们过了每一天 好好过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 我在幸福的瞬间 就是在张开双眼 狗精火 别闹了 张大俊 你很不大方耶 裸凌送的东西兄弟都不能碰 明明就喜欢人家 还说什么只要远远的看着就好 她说的啊 不是 是字卡是 是方正希给我的 不管是誰送的 我都希望你這次英文考試 能跟上次一樣拿到高分 趙佳俊 加油 謝謝羅琳 我會加油的 借過 好 方誠心那個男人婆 怎麼會用這種香香的卡片啊 我看是要變天了 你們啊 就是我用天下不亂 不妨那你自天下了啊 大俠告退 曉得我後會有期 佳俊啊 我也先去聊啊 晚點的時候你們算就 真的香香的 好 晚點 包子饅頭 包子饅頭 爺 你 你不是晨熙的腳踏車嗎 怎麼隔在這兒 你不是人嗎 人呢 教練啊 還撞他 人呢 哎呀 俠萊啊 嗯 那個 晨熙熙早上有去 上學嗎 有啊 有啊 有 看你慌慌張張的 那就怪了 我跟你說啊 我剛剛在賣買兜的時候 我看路口有個腳踏車 這好像是晨熙的啊 怎麼可能 你會不會看錯啊 沒有沒有 我只是警察 就是我們家的車 哎 晨熙那丫頭今天睡遲了 說怕趕不上騎中考 還特地騎車去學校 怎麼 怎麼車會在路口讓你看到呢 他車壞了嘛 不能騎了 壞了 怎麼會呢 俊萊 你想想 他可不可能被車撞了 然後被人家送到醫院去了 呸呸呸呸 不要講那不吉利的話好不好 哎呀那怎麼辦呢 哎哎 我們不要在那邊胡思亂想 我到醫院找找 你到學校去看看 呃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了啊 你在家顧鋪子 那丫頭如果真的怎麼樣的話 我哪有心情顧鋪子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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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吧好吧 那那那那 咱們一塊去好不好 好 你等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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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 啊 坐好了 走快走 呂教官 有事嗎 那不是程文輝的座位 怎麼沒來考試 哦 教官 你來得正好 程文輝已經缺考兩科了 他要打電話來學校請假嗎 缺考 我沒有他的價單 好 這樣吧 等一下尋完堂我去找找 其中考 應該不至於缺課 會不會是生病啊 如果是生病待在家那還好辦 就怕是在外面惹了什麼事 老師 麻煩你幫我叫劉俊偉出來一下 嗯 好 稍等 劉俊偉 教官找你 對 教官 我真的沒有作弊 我雖然考 考得都考很低 但是我真的沒有作弊 我沒有說你作弊 柳俊偉 教官問你 陳文輝怎麼沒有來考試 教官 我今天也都還沒有碰到他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來 好了 沒你的事了 進去考試 好 真的沒事了 好 謝謝教官 好 看來我得找陳文輝的父母 來一趟學校了 好 你到了 好 來 不用等我了 先回去 不 這這這你給太多了 我只拿我該拿的就好了 謝謝 我就是欣賞你的固執啊 老輝啊 我跟妳說了 阿翔拿出嫁錢喔 沒你收回來 你不難也不給我面子喔 不不不 那不然我在這裡等你 你辦完事情以後 我再送你回去 好不好 謝謝 今天會很晚啦 再說 你看起來沒什麼鬆快的 先回去啦 好 要不我派人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 我在這裡休息一下就好了 謝謝 謝謝 真的不舒服不要撐著啊 好 謝謝 好 唉 唉 嗨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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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蟲叔,我來了 喂,我待會離去城口,你又不要離去了 外面先給我看看 蛤,你要我在外面把風啊 沒了 考什麼,說什麼是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當小弟 喂,年輕人啊 這個時候你不在學校上課,你跑到這來幹什麼呀 不用你管 你不用我管,那你不替你自己爸媽想一想 喂,現在來等 喂,現在來等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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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母親交代,不可惹是生非,必定打得你屁滾尿流啊 哼 來啊,那命來 打那麼重啊 還有跟你開玩笑嗎 喂 唐山大修如果像你們兩個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人要去看李小龍啦 喂 喂 電影就是這樣子演好不好 對阿俊 喂 趙寶 我們兩個好亮喔 該閃了,該閃了 走了走了 阿俊,加油 加油 羅琳 你負責的掃區掃完了啊 我很快就掃完了啊 怕你走了,所以趕快來找你 找我 找我 找我什麼事啊 找我什麼事啊 我是來特地謝謝你的 你送我的那張唱片 Imagine 真的很好聽 我很喜歡 真的啊 喜歡就好 你很有品味耶 買到這麼好的唱片 其實那個是店員推薦我的 現在大家都迷約和蘭農 這張全球熱賣應該很不錯啊 你也喜歡約翰蘭農嗎 我現在每天晚上都邊聽唱片 邊寫作業 這張專輯真的很好聽 你有聽過了嗎 我沒聽過 我家連唱盤機都沒有 對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一講到約翰蘭農的音樂就 沒事 看到你開心 我就放心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那個店員是不是在騙我 真的很好聽 這麼好的音樂 只有我聽到太可惜了 要不然 你改天可以來我家一起聽 stir 妳說 收得回他的 forum 你好 有餐廳 我哋了 整個字裡面 有幾動 音樂只有我聽到太可惜了 要不然你改天可以來我家一起聽 狗子大寶還可以一起來啊 這樣一定很熱鬧 最近大家都在準備考試忙著讀書 我和狗子大寶也很難有時間聚在一起 那不然你當面唱給我聽好了 好啊 那我練好了一定唱給你聽 好 帽子 搞什麼東西啊 到了到了到了 出去上課 你好 請問兩位是 教官你好 不好意思 我們是那個三年愛班方晨熙的爸爸媽媽 方先生 方太太你們好 我是學校的呂教官 請問有什麼事嗎 我們想要請問方晨熙有沒有來學校 方晨熙 這時間應該在教室吧 怎麼了 早上晨熙睡遲了 我讓她騎腳踏車來學校 可是她爸爸發現她的車壞掉 扔在路邊 我們很擔心想來學校問問看 有這事 嗯 兩位不要急 我來處理 請先跟我到軍訓室一趟 好 謝謝 走走走 三年愛班方晨熙請到教官室報到 三年愛班方晨熙請到教官室報到 叫我 好 方晨熙 你看吧 你老愛跟放牛班的趙家俊啊 陳無輝混在一起 就是會有這種下場 什麼意思啊 剛剛不是廣播叫你去軍訓室嗎 你可不可以有點團體榮譽心啊 這不是什麼光榮的事耶 你這樣會影響到我們愛班的榮譽 你知道嗎 你又知道教官找我幹嘛了 有人說是不好的事情嗎 想也知道不會是好事 軍訓室耶 啰嗦 啰嗦 趙家俊 說 你又拐騙梁家富 你去做什麼壞事啊 現在又是哪段唐山大兄的對白啊 我聽不懂 少裝蒜啊 像晨熙這種好班的乖乖牌 如果不是因為你的關係 怎麼會被教官抓去軍訓室 晨熙被叫到軍訓室 誒 恐怖這麼大聲你都沒聽到 我沒注意聽 真的跟你沒關係 我去看看 誒誒誒誒 別去啊 趙家俊 這個趙家俊 遇到方晨熙的事情 跑得比誰都快 誰叫晨熙啊 是他的 好哥們 報告教官 方晨熙報到 好 有來上課就好 爸 媽 你們怎麼會來學校啊 你腳踏車壞了 扔在路旁 你爸以為你出什麼事了 我們擔心死了 說 腳踏車怎麼回事啊 任在路上 我早上騎太快 不小心摔車了 不對啊 我跟你爸還仔細檢查一下 是被撞的 我們才會這麼緊張 你說 究竟怎麼回事 方晨熙 現在爸媽已經找到學校來了 你得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早上 確實是被撞的 被撞的 那有沒有怎麼樣 傷到哪了 媽 我沒有受什麼傷 只是腳踏車也壞了 我怕來不及上學 所以就坐 撞我的人的摩托車來學校了 啊 方晨熙 你怎麼可以隨便上陌生人的車 媽 你不要緊張 不是陌生人的車 是我認識的同學 同學 哪一個同學 你說 那個同學是誰 是誰不重要 不重要你就說啊 你幹嘛坦誤他 快說快說到底是誰 是 是陳文輝啦 你還說不是陌生人 陳文輝是誰 你去輕輕的騎摩托車上學 哪一般的 我去找他 方先生 方太太 那你們也看到 陳希現在沒事了 這個陳文輝 既然是本校的學生 我會處理這件事情 那現在也快到上課時間了 你們先回去 陳希也該上課了 好 我們先回去吧 別耽誤他上課 我跟妳爸先回去 又馬上回來 這件事情 你得給我交代清楚 走吧 來 謝謝啊 謝謝教官 再見 方伯伯 爸媽媽 你來 你來叫幹嘛 我聽到陳希被叫到軍訓室 所以我就 家俊啊 以後早上還是你陪陳希來上課 這樣我也比較放心 好 沒有問題 好 走了 好 方媽 方伯伯再見 再見 趙家俊 過來 請問好 教官 這件事情 跟趙家俊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們這幾個孩子 最近 總湊陰 在一起 教官問你們 陳文輝今天沒到學校考試 知不知道為什麼 教官 我跟陳文輝沒有老錯在一起 我們也不是朋友 我不知道他在哪 那你呢 知不知道陳文輝去哪了 報告教官 方辰熙跟陳文輝也不是朋友 他也不知道 我在問方辰熙 教官 教官 今天早上 陳文輝載我來學校之後 他說要去停車 但後來就沒有看到人了 今天是騎中考 我以為他會進學校的 教官 陳文輝沒有來考試 會不會被記過啊 你先擔心好自己吧 不知道校規 是不許學生騎乘摩托車嗎 以後不許再坐陳文輝的摩托車了 聽見沒 報告教官 以後方辰熙再也不會坐陳文輝的摩托車了 學生騎乘摩托車 學生騎摩托車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以後看到陳文輝騎摩托車來上學 記得報告教官 聽到嗎 是 是 很好 已經打中了 進去算課吧 謝謝校官 謝謝校官 老方 你說那個晨熙是不是交到壞朋友了 才高三 就敢騎摩托車來學校 你有空也說說他嗎 像這種同學要跟他來往 比小之下 佳俊雖然不會念書 但他乖多了 妳說得沒錯 佳俊至少我們是從小看他長大 知根知底 妳看 又孝順又乖巧 只可惜沒有媽媽照顧 我 我 我說妳啊 妳對他不要太熟 偶爾呢也要關心關心人家 我知道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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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妳擱到了啊 對 好 疼不疼啊 沒事吧 妳還會關心我啊 妳還會關心我啊 妳說我真的崴到了 妳會像年輕的時候一樣 拿藥酒幫我推呢 妳還怕我無聊 幫我約排拉子來陪我打牌 妳會不會 妳想太多了 妳年輕的時候那麼漂亮 我肯定要巴結妳呢 妳看妳現在老菜皮的臉 妳自己我就行了 妳死老方 妳還嫌我啊 我拿老了 妳嫌什麼嫌啊 好 妳沒開玩笑啊 好 等我等 還嫌 妳走吧 可以可以 來來來 我坐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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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方承熙 妳聽到了吧 以後不准她乘文輝的摩托車了 而且妳媽也交代了 妳以後只能跟我一起上學 我本來就沒有要坐她的車 不過跟你上學 我看還是算了吧 為什麼算了 因為妳天天都遲到啊 如果我等妳 我鐵定也遲到了 這還不簡單 以後妳天天來叫我起床 這樣我就不會遲到了 我又不是妳媽啊 幹嘛要每天叫妳起床啊 上課了 趕快進教室吧 我可不想再去軍訓室報到喔 欸 沒打招 哇啦啦 哇 你 趕快去上課吧 大老趙 大老趙 去幹什麼回事兒 怎麼了 大老趙 你還好吧 沒事 沒事 這小感冒一直好不了 煩死了 先一會兒就好了 沒事 你們不在家罵饅頭上哪兒去啊 還不是我這個丫頭 跑一趟學校去了 陳希 她怎麼了 學校最近有不規矩的學生 騎摩托車上學 然後還礦課 我們怕陳希跟她走得太近 去學校了解一下 董 阿雄叔 我們來了 是啊 這些壞孩子一定得跟他們保持距離 我就一直擔心 家俊要是變得跟他們一樣就毀了 這個孩子 不會 不會 大哥 你別抄這個心 家俊他不會那麼不懂事的 倒是你 我看你 要不回家休息休息 算了 天還這麼亮 那我還得去振一點去 好 我走了 來 走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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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你就是來逞強 走了 小心啊 是的 是的啦 教官 我真的不知道 文慧是早在逃去 這空氣現在是重點的事 他今天跟他跳課 我實在沒辦法 這個年紀的孩子 很容易受到外面世界的誘惑 身為家長的 應該要多關心他才是 是啊 是是是 是 考試畢竟是大事 得先找到他的人 才能討論是不是可以補考 對對對啦 一定要好好補考耶 這樣才能順利畢業啊 當然 我也希望可以 啊 可以去廟口找看看 廟口 對啊 對啊 我就聽人家說 那我怎麼有時候去廟口 怎麼煩暖呢 原來是跟廟口那些人在一起 那我知道了 謝謝你啦 真的謝謝教官 有文慧 有這麼好的教官 實在是很好運的啦 是說 有一個事情 想要拜託你啦 怎麼可以拜託你 不要跟這個事情 跟他爸爸說啦 他爸爸身體不太好呢 陳太太 小孩子不能光是寵愛 管教也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 如果陳為惠的父親 知道這件事情 你這樣說是沒錯啦 不過 他爸跟他兩個人 做他爸說好像有玩笑一樣 我實在很煩惱耶 我煩惱說 他爸如果是再打 還跟媽 到時候 文慧如果是離家出走 這樣就害了耶 我了解了 我會看著辦的 怎麼這樣喔 都別說拜託了耶 拜託你啦 真的還不要這麼說 我先走了 謝謝啦 謝謝啦 拜託啦 感謝 感謝 謝謝 劉俊瑋 劉俊瑋 你今天有沒有看到陳文輝 我早安沒來考試 我會覺得很奇怪 奇怪 今天我跟他一起來上學 他怎麼沒有來考試啊 你跟他一起來上學 怎麼可能啊 這故事說來話長 再說 到底有什麼事情 比期中考更重要 難道他不知道 教課缺考 是會被寄過退學的嗎 我們老大根本不在乎 什麼期中考寄過退學的 他該不會是去幫阿熊老大討債吧 討債 陳文輝一個高中生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啊 我怎麼會跟他講這種事情呢 要是被老大知道 我感覺會明明的 除了你 陳文輝最常跟誰混在一起 你幹嘛問那麼多 我怕他污入歧途 陳希姐 我老大喔 從小的志願就是當流氓 他這不叫污入歧途 他叫如願以償啊 陳文輝 真的這麼想當流氓啊 我還以為他打消這個念頭了 欸 他到底跟誰學當流氓的 要跟 當然是跟最大尾的啊 這不信最大尾的 就是阿熊老大啊 阿熊 嗯 那個人很壞耶 要是陳文輝跟他一起 體力變成大壞蛋 要是這樣 我以後絕對不會再理他 你不要不理我們老大啦 其實我們老大喔 心腸也是很軟的 就像上一次 我跟他 要去幫阿熊老大討債 他看到人家騎腳很可憐 討不在債就算了 回去喔 還偷到爸媽的錢去還債耶 我差點被他爸打死 我好像要多話了 唉唷 劉俊文 你真的很搞慰耶 到底哪裡可以找得到陳文輝 快走 陳希姐 你真的不要為難我啦 我如果說太多 我會被殺你滅口的 我要去上課囉 不好意思 劉俊文 陳希 佳俊 你們在講什麼啊 我剛剛問劉俊偉 知不知道陳文輝 今天為什麼沒有來考試 那 你問出來了嗎 沒有啊 連他都不知道陳文輝到底去哪裡了 搞不好陳文輝就是單純的不想來考試 我們在那邊想要猜幹嘛啊 可是 剛剛劉俊偉說 陳文輝很有可能去幫那個叫阿雄的流氓 討債了 什麼 陳文輝也太天真了吧 那個阿雄根本不是好人 幫他做事 根本就是自找麻煩 佳俊 我們不能放任陳文輝不管 他 他是我的朋友 搞什麼 我一個大人物叫我在這裡把瘋 可惡 快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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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輝 你快點進去 我想說進去看一下要不要幫忙啊 黃輝 怎麼了 有人來是不是 沒有 連一隻蒼蠅都沒有 那你去幫我看啊 去啊 阿雄叔啊 我想說你們裡面是不是很忙啊 需要我的幫忙嗎 唉 你這個少爺不用了啦 裡面的人手這麼多 出火不用你來做 他們做就好啦 你比較聰明 幫我看我比較放心 去啦 快啦 有人來一定要跟我講喔 好 去啦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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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快點他在幹嘛 他也是在搬什麼東西啊 什麼神秘秘的 天啊 天啊 他也是在搬什麼 王晓鑫 放彩兮 放彩兮 喂 家俊 你怎麼來這裡 陳希 你是不是要去找陳文輝 這裡不安全 女孩子不要一個人來 這裡怎麼來 這裡亂 你該不會要陪我找陳文輝吧 那當然啊 我怎麼可能讓你一個人來這種地方 那答應我 見到陳文輝不可以吵架 我什麼 哪那麼多事情好吵 誰知道你們兩個 明明就是高中生 見了面就變小學生 還不是因為 還不是因為某人 某人 誰啊 誰嘛 說一下嘛 這某人嘛 誰 走了 讓我那麼多 誰 有地方嗎 如果是幫阿雄討債 陳文輝應該在裡面 那我沒辦法衝進去找人 怎麼可以啊 裡面的人凶神二煞的 那怎麼辦 總不能一直等吧 神幾天 我怎麼玩 那你還沒有 你竟然是 那麼風 我就怎麼了 那我沒辦法衝進去找人啊 怎麼可以啊 裡面的人凶神二煞的 那怎麼辦 總不能一直等吧 那這樣要等多久啊 你要就等 我進去看 同學又走了 我 我來找我爸 今天早上沒開啦 趕快回去 沒開啊 怎麼樣 今天賭場沒開 陳文輝應該不在裡面 沒開 陳文輝到底在哪裡啊 我怎麼知道啊 阿翔叔 今天工作一整天了 累嗎 還好啊 喂 她別問妳了嘛 上次老莊的錢是妳還的嗎 阿翔叔 不好意思 我 我是真的有去討債 但是你也知道老庄他家的情況 我知道他還不了債 所以我才會透我阿布的私房錢 來幫忙還的 對我來說 有人還錢就好了 我不會怪你 只是你也很笨 幹嘛去偷你爸媽的錢 你又不會被罵 當然有 我被我阿爸揍了一頓 而且他還叫我在祖宗排位前 跪了一整個晚上 害我隔天全身都痠痛 偷錢當然要被處罰 你在外面要被抓去關的你知道嗎 其實我也沒什麼資格講你 我自己開賭場做生意 也不正當 他人家輸了不少錢 我看這生意要慢慢收起來 阿雄叔 你要把賭場收起來 可是賭場不是最賺錢的嗎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這個不能做 做別的就好了 我們不能一直害人不是嗎 阿雄叔 你說得有道理耶 你能夠跟到像阿雄叔這麼正派的老大 我真的是 真的是我一生的福氣 謝謝 今天謝謝你幫忙 我沒有幫上什麼忙 我只是在外面看著而已 對了 阿雄叔 你們今天到底是在搬什麼啊 為什麼都不讓人家知道啊 你不合法啊 你不合法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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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的自願就是當流氓啊 她這不叫寶入其土 她叫不願以臣啊 方台生 你今天吃醋藥了 一直在傻笑 該不會你談戀愛了吧 景日 我告訴你 學校新轉來一個女生 她長得很漂亮 又很有氣質 說話又很溫暖 應該是所有男生 喜歡的那種 窮窯小說裡的女書校 我發現 我好像也很喜歡 那種類型的女生 跟你開玩笑的啦 我跟你說 你不要老想著要交女朋友 要把心思放在課業上 要不然你要怎麼考大學 有沒有聽到 欸 你有沒有聽到啦 我認真跟你說 你要是因為交女朋友 影響到課業 媽一定不會饒過你的 陳文慧 你敲課決考到底去哪裡啦 你好像開始有一點點關心我囉 別怕 不管未來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一直待在你身邊 一到現在 連老家的消息都沒有 起碼還有個活下去的念頭 大老家的正在你身邊 大老家的經紀 大老家的經紀 大老家的經紀怎麼了 没离过 曾经没离过 随随念念匆匆带走她的容颜 曾经没离过 曾经没离过 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没离过 She was beautiful She was beautiful Does anybody know that she was beautiful? She was beautiful No one can deny that she was beautiful Zither Harp